哈囉 大家好 我是蓋依 其實呢 我有像 大家都不知道的 技能 哼 這有什麼了不起 嗯 這個簡簡技能真是厲害啊 嗨 大家好 我是玉如 哇 今天真的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我們的 女子台灣飛鏢國手 吳玉如 吳玉如她非常厲害 她在2019拿下台灣女子飛鏢冠軍 還有國際U22女子亞軍 哇 太神啦 你知道嗎 飛鏢選手我只講了什麼三個人的名字 哦 哪三個 Taylor Pauline Pauline 吳玉如 哈哈哈 該你這樣認識太爽了吧 沒錯 兩個國際最強的 還有一個 妳妹子 正妹 對 你知道嗎 只要每次有玉如的比賽 我就會把電腦螢幕就是放大來看 欣賞她那個優美的優標姿勢 今天呢 哇 我們就要來跟玉如 進行一場真人的那個飛鏢對決比賽 哦 那那我們今天要怎麼挑戰玉如呢 我們今天要跟玉如比一場 501飛鏢賽 好 什麼是501 那501就是從501開始扣 然後扣到歸零 哦 扣到歸零 那如果說扣超過0分的怎麼辦 扣超過0分的話就會爆掉 爆掉的話就會從那上一回合的分數要打 所以譬如說我可能這一回合剩19分 可是我不想打到20 爆了 爆了呢 下回合就從19再開始 對對對 還有更難的是我們要被截 被截的話就是從 就是打三被或是兩被截標 就是打那個小格子 所以如果16分 我就不能打16 我要打8的兩被 對對對 像你們兩個有沒有先戀過 我們知道規則 我們知道規則 對 這個很重要 不知道自己在丟什麼 呵呵呵 因為有點信心 有啦 我們其實 一直都對被標很有興趣 然後我們自己健身房間有放一台飛標子 然後我們沒事就是練完 我們就會在那邊丟標 而且我們也仔細的標 對 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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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雅素材耶 這裡 玉琳我看一下 那我的標怎麼樣 很新耶 呵呵呵 這好像不是一個好事 看到張美啊 真是的 好啦 該不要再秀你的標了 我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挑戰吧 那我們就直接 比賽開始 對 對 好 那我們就比賽開始啊 請多多指教 對 對 第一位參賽者 對 哇塞 看你很大 我們平時專注的眼神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欸 鑰匙 欸 鑰匙 哦 哦 哇 他把它標準回來了 他那個肉 那有東西 好可愛喔 這樣你比較帥啊 靠 等一下 其實不要跟我講話 哦 哇塞 喔喔喔唷 這算是有點那個很有壓力 你真的有一隻就滿足了這樣會嗎 喔 滿足了 哇 滿足了 滿足了 你還要誇獎就滿足了 你不是說厲害 我滿足了 你真的超發揮的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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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打到我套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怎麼感覺 哇 95直接打15 3倍 然後下一隻 直接打一個BALL就結束了 我已經看了 哇 我還要打個BALL 不然你加3隻標23分 3隻標23分 我好像比他不應該分身體 哈哈哈哈 這怎麼不平啊 再一次 欸 那就是你 三隻飆11分 已經沒機會了 好 喔 太厲害了 國手跟我們的差別 他三隻平均12.7 然後我57.5分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樣 沒有發揮到我們平常激勵 訓練的一個優勢 我覺得我們應該上數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破速球 訓練我們的足環穩定 來跟玉如挑戰一場 破速飛鏢比賽 只能單腳戰力 你是不是都在健身房練這個 這個呢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要把國手的穩定度給剝奪掉 讓我們就站在同一個氣泡線上 對 對我們使出了這個浩波之術 發出了我們健身房的破速來 跟玉如挑戰一下 玉如你有沒有覺得很荒蕩 有喔 喂 吓 吓 那就站好再丟 那可以慢慢倒 可以啊 你敲好就好了 那我來囉 來 多多指教 加油 加油 真是的 喔 可以上打 來 讓你射 來 唉唷 唉唷 沒有發揮你的優勢嗎 33分 沒有很力 要是平的不錯 喔 沒有賽到一個 喔 可以啦 靠賽丟標 唉 感覺是不是 喔一番 打出來了 唉唷 唉唷 我覺得我們有點機會 沒有優勢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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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d 那個 角 Pas 有機會 唉唷 我akan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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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肌肉難 讓你三三判 切 欸唷 你好 喔 喔 好猛喔 欸你們是不是 站上去你踩那個還比較強欸 發現他蠻穩的 他開始了他找到了 你開始打20了嗎 哇他連這個都可以站住 好猛喔 我們現在分數超沒有很多欸 60分 他發現站上去之後變高了 所以他直接把弘心移到23倍去 他打得很高很欸 哇 1分的3倍 1分的3倍 你沒什麼用 聲音不錯蠻好聽的 2分的3倍 好 wię 狀態 1分的3倍 最後一把6倍 8倍 4倍 3倍 翟5 5倍 3補名 好想射中紅星 拿到三招 10 太空洋了 他有沒有占破數都打差不多的成績 沒事 沒事 我在外面扶著 開音你怎麼 我有沒有回想起以前練標的成績 有 他好扯喔 好奇怪喔 不是厲害 是很扯嗎 我覺得我好像比剛剛還行 你這樣我沒有腳踏死地的感覺 沒有感覺 不像我們的玉如都是腳踏死地的丟丟 我們好像成績沒差多少 你們還真的有展現出你們的優勢耶 天啊 我們沒有展現出優勢 我們是展現了玉如的劣勢 我們成績是差不多的 欸 截標去欸 我會截不了腳 你上去背起來根本丟不到 哇 要是你門順利截標 鑰匙能門順利截標 我們丟一個 有一個 你看得出來他瞄手嗎 我會截 有感覺你又到這個位置 哇出現了 會不會有第二隻呢 他那個準度感覺越來越擊中 還是習慣了 劇本都寫好了 結果數學不好 算錯 這個人要幹嘛啦 等一下可以打三 打三票 真的假的 這樣也行 很厲害 很喜歡 不要用 不像喔 你先不要跟我講話 好爽喔 像我以後出去可以跟別人說 欸我飛鏢要答應過國手 他是這樣期待的規則 哇玉倫我們覺得剛剛就站到BO書上面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困難 對因為我們打對標需要就是腳要站得很穩 但是剛剛那個就很壞 他完全破壞掉你的重心 對 所以你要用核心去穩定自己的質感 然後去丟標 他是站好嗎 他是抓回他的方式去站穩之後 然後去放標 但我們都是直接往前 就是用手臂的力量去把標射出去這樣 那想問一下玉如剛看我們第一場比賽的時候 我跟鑰匙的動作 有沒有覺得可能哪邊需要稍微調整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身體可以再往前一點 因為我剛剛看你很想說我腳不平 重心的話是九 右腳是九 然後左腳一這樣子 然後我會持動 這樣吃不掉 應該會更緊張 你要前一喔 前頸 然後手指的部分我覺得就是 手指的部分這個要人聽一下了 終於有一個國手可以看我們怎麼握標了 就是你們可以這樣 像這樣子找你們標的重心 對 這個標的重心是不是都不一樣 喔 這樣子喔 對 就這樣 然後放在這裡 放在第一階 它平常之後手握起來 就自然握起來 對 自然握起來 那我們這個標是不是有不同的配種 像我自己買這個標就是去標店 然後我就每一隻都拿過來丟 然後那一次中紅心就它了 欸 本地標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標 不知道它有沒有差 這個標的話它是潛重的 喔 概念是潛重的喔 但你的話是平衡標 就是重心在站中間 就是對 新手的話會拿平衡標比較多 因為它握哪裡都是中心的感覺 就是比較好握到那個點 我想再問一個問就是 如果我跟鑰匙啊 我們想要自己 私底下偷偷練標 我們可以自己做什麼樣 飛標的訓練 會比較有用 如果是機台的話 我們機台的話裡面會有遊戲 家用靶的那種的話 你可以就是每天練Ball 先練紅心 練可能一百啊 一千啊都可以 對的 要中一百次 喔 我想問一下這個育爐就是 可能賽前 會密切訓練嗎 或是你平常訓練的時候 一次都大概多久 因為我現在 我只想要練兩個小時 因為現在 專心練 強了 只要維持住就好 手感 對 只要維持住就好 你不要練太多 不過他說一天兩個小時 其實也是很多喔 對啊 我覺得算少了 算少了 那你們是在放假的嗎 就是 可能一個禮拜的話 可以放一天 然後休息一天 可是休息一天的話 你在家也要握一下 沒有辦法忘記手感 握 真的要認真喔 對啊 怎麼可能答對 你這一種 我們一天沒健身 對 我們一個禮拜健身 都要休息一天 真的要把一個東西練到專精 要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你看他在丟就是下去 不行你嘴邊丟喔 這樣可以 對 重要一點是 他還可以保持就是 點蛋那麼漂亮 你有沒有看蔡曜師 你有沒有看蔡曜師 不敢就是 他不知道在吸什麼東西 然後就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就是以為他要擠 用力 然後好像躺在那邊 好那影片的最後呢 來問一下玉如最近 有什麼飛鏢比賽 有在我們11月的28、29 在高雄的素德科技大學 有一場公開賽 那麼大家可以過來看我 喔 那如果不想錯過任何玉如的比賽資訊 或是想認識玉如多一點呢 可以上玉如的臉書粉絲團 歡迎大家追蹤一下 幫玉如加油 耶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時間 應該下次見 掰掰